星期我们有特别讲完在英文部那里 就是教会专任牧师的候选人 我也想做一个调查 有多少个会上去听的 上去听的举手 我会认住你的样子 OK 留下那些的 我会祝福你们 不过很感恩 大家不用担心 他讲完都会落下吃饭 到时我们都可以和他聊聊天 我们感恩 大家也健康 回到我们神的家中里 一起去敬拜和听神的道 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预备爱心 去听听神的话语 好吗 天母上帝我们 再一次静下来 我们一个星期里面 认为很多工作上的忙碌 家庭里面的一切的琐碌事务 每一天的都奔奔跑跑 但神是我们星期日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忙碌的事情 愿你平静我们的心 去用一个宁静的心 去听你的话语 我们不让外面世界的事去烦恶 我们只是专注在你里面 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神来我感谢你 因为你愿我们同在 也愿我们教会同在 愿你祝福我们某个弟兄姊妹 我是祈祷 我跟着你生命祈求 阿们 在2020年的时候 微信 大家都有微信 我相信大部分都有微信 微信在2020年的时候 有一班人寫了一些比较很有霸气的说话 一些很有霸气的 很厉害的一些说话 我给你们听三句说话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就这么写 第一句就是说 我做事用不着所有人都点头 我活着就是让讨厌我的人不爽 多厉害 这句我活着就是让我讨厌的人不开心 多厉害 第二句 他们就说 当有人把你推倒 不管多苦多累 也要站起来 狠狠地打他一巴掌 是不是很厉害的 第三句 狗不能喂得太饱 人不能对得太好 忍一时 得寸尽尺 去一步 变本加厉 几厉害的 2020年的时候 这个世代的人写的东西 听上去都几厉害的 看得到就是说 在这个世代里面 现在2020年的年代里面 看得到人 是说我不要做弱者 我不要被人看低 我如果有人对我不好 我要对你不好 如果你推低我的 我要起身 打你一巴掌 几厉害的 我不会忍你 忍你只是让你得转尘尺 我再忍你 我退一步的话 你就走前踩多我一脚 这个就是2020年代 在微信里面 有些人写一些这样的说话 就是你看得到 也都反映着 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人所看事是怎么样 所以 我们以前就经常听句说话 就是什么 忍一时 就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么说了 现在叫忍一时得寸尽尺 退一步就变本加厉 意思 变成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 一个容量 一些忍让的心态 所以当我们以前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忍耐 我们就会平息一些的糾纷 当我们愿意退一步的时候 我们看的视野 也都是疗阔 也都看得到更轻松的环境 在现今 就没有这件事了 现在这个世界 哪有忍这个字 哪有欢容忍这个字 你开车你就看得到了 我们出街开车 现在 这人就很喜欢享安 不停迫你 不停迫你 那灯刚刚 我有时 那灯刚刚一转了绿灯 我脚都没松过去油门 已经在后面迫到我 不停迫我了 你明白吗 开车我慢一点 这人就不停在我面前 不停迫 是吧 慢一点都被人迫 就是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了这个什么 离酿啊 忍酿啊 的东西了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 叫做什么 忍辱负重 我想问问你 什么叫忍辱负重 知道忍辱负重的意思是什么 忍辱负重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愿意忍受委屈 一些的委绑 而因为我们要什么 承担一些重任 也都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意志坚定 忍辱负重的意思 也都是叫意志坚定 坚定是什么 就是说我怎么都好 我会站稳 因为我知道 我这件事 我忍辱 是因为我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的意志是坚定的 我不会因为我所受 忍辱负重 或者一些的委绑的时候 我就意志不坚定 因为我知道我背负的是一个重任 这个叫忍辱负重 上个星期日 我们看了头四个 四个福了 记不记得 头四个福你记不记得 哪四个福 哪四样东西 记不记得 第一就是什么 虚心的人 有福了 虚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愿意去放下自己 我们去寻求神 我们去抓着神 我们看自己 是很卑微 但我愿意去寻找神 这个就是虚心 第二就是 哀动的心 哀动的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发现我所失去的 世上一切的东西 我去抓着了一个永恒的 就是明白神 才在我心里当中最重要 世上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永恒 会过去 但是唯有神 在我心里当中 我明白 才最重要的一个永恒 第三个就是 温柔的心 温柔的心 记不记得 上个星期说 温柔的意思 meek 是好像 好像一个 一个马 一只马 一个出战场的马 虽然 他的马是很有力的 他很勇敢向前走 但是 他纯服于 骑起上面的马士 温柔的心 意思就是说 我们信服神的心 我们也都 信服神的心的时候 我们是为神去干强 我们也都为神去温柔 不是靠自己 是靠着神 最后那个就是 饥渴无疑的心 就是说 讲到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追求 与神和好的心 所以上个星期 那四点都讲到说 我们的心 是如何去追求神 我们的心 如何愿意去谦卑放下 去寻求神 到最后讲到什么 我愿意 学求 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和好的关系 一个和好的关系的心 上个星期说的就是说 有福的人 就是寻求神的人 内心就是基督徒 最重要的美德 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 今天我再和大家 看一看另外四个福 那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福 马太福音 第五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连率这个字呢 英文就叫mercy 连率 mercy 这个字在圣经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一个中心的主题 那么我问一下你们 什么叫做连率 什么叫mercy 在圣经里面 mercy 连率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连率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说一个连率的人 是一个什么意思 连率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去原谅 一些对我不好 在我生命当中有犯过过犯的人 我去原谅他 也都去什么 不去报复 我给一些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就是他对我不好 我还要给一些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叫连率 连率也都在讲 他对我不好 但是我也都原谅他对我不好的东西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当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马特福音看到 跟随耶稣的人 去到耶稣面前 都是一帮穷的人 一帮贫穷的人 一帮孤儿寡妇 一帮有病的 有困苦的人 但是耶稣 他们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耶稣有连率他的心 耶稣 耶稣去爱他们 耶稣去给一些 他们没有的东西 耶稣从这个世界上 罪里面 去救他们出来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他们恩然去接受 耶稣那个的mercy 那个连率 这个连率这个字 是包含了爱和宽恕 爱 这个连率里面 也都是说到什么 我们那种爱是叫做什么 是从心里面 去发动出来的爱 一个有情感的爱 一个从心里面 发动出来的爱 所以耶稣 他说到连率人的人有福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心 去爱一些 得罪了我们的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的心 去关怀一些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 意思就是说 一群不能够回报 你对他的爱 的一群人 我爱一个人 如果他可以给我的话 这个爱 也都不 这个连率 这个mercy 也都不是一个完全的 但是我愿意去付出 去爱一个 是完全不能够 回报我的人 那就是连率了 连率 就是去爱有需要的人 连率就是 宽恕得罪了你的人 他在他身上 表现出你的仁慈 你的关怀 你的大方 当我们懂得 去欣赏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 去连率人 当我们懂得 去接受神 对我们的怜悯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 去怜悯别人 建议这个世界 是充满着 指责 的一个世代 一有什么事 发生 做错的事 一定要找一个人 做代罪羔羊 一定要找一个人 出来受罚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错的 我们就要指责你 但是耶稣说 连率 连吻 我们不是去指责 我们是去欢恕 另外一个字 去形容这个连率的 就是叫欢容 什么叫欢容呢 我给你一些例子 在一个 如果有人 犯了无心之失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这句话 没关系 如果一个人 拿了你便宜的时候 你会说一句什么 我不介意 如果有一个人 跟你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会说一句什么 我明白 我了解你的 看法 这个就叫欢容 欢容 我们就是包含爱 我们去接受 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接受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能不能够 去欢容 去欢恕 去接受其他人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连虚人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必蒙连述 第二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心 清心的 这个清心也都讲叫purity 一个pure 一个purity 当时宗教人士 他们都讲到 法律座人 他们都讲到 清心是很重要 他们讲的就是 那个清心不是讲 心的清 他们讲的外在的清 他们讲的 法律座人当时 宗教人士 他们专注起什么 是一个外在的清洁的行为 但是他们没有专注起 内心的清洁 所以法律座人 他们很多要求 要求很多人就是 你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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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做 就是清 就是清洁 就是pure 法律座人就是说 只要你外表 在行为上面 守任何律法律例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清心的人 但是耶稣这里 讲的清心 是另一回事 是另一件事 他讲的就是 你内心的清心 他讲的就是 如果你的心 不清洁的话 你的外在行为 都不会清洁 他讲的就是 你的内心清洁的时候 你的外在行为 你都会清洁 所以清心是很重要 耶稣说 清心的人是怎样 清心的人 是一个全心全意 听着 清心的人 是一个全心全意 忠心于神 为他个人 生命里面 每一部分 是全心全意 是融养神 去进入 去人生 每一部分 是全心全意 专注于神 清心的意思 也说到说什么 我们是没有 其他的空位 在融养其他的事情 去代替神 就是清心的意思 就是 我们 No room for others 我们心里面 我们心 是全心 是融养神 在里面 这个叫清心 清心就是专注 圆圆全全的 所以我们有 给你一些例子 所以我们说 有时 我们听得 如果有问题 有时有些问题 解决不了 我就开始会 周围问人 越问得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越听得多的时候 就越不知所措 你认不认同 当你有问题 周围问人的时候 每个人 不同的意见 告诉你 你听得多的时候 你还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算好 也都更加腐老 认不认同 是真的 所以有时 听得多 就不好 不专注 那我告诉你 我去餐馆 去吃餐的时候 最怕什么 我最怕就是 要选菜 当然你给我餐牌 打开的时候 尤其是吃中国餐 去中国餐馆 打开就有四五板子 越多选菜的时候 我就越不知道 选什么吃好 所以有时 我去餐馆 我说越简单就越好 因为不用这么多东西 选择 所以我 还有有时 你们吃 有时我去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 要叫什么了 我不去 进去看餐牌 我没看过餐牌之前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吃什么 如果我去吃粥粉面的话 我知道我第一样东西会叫什么 皮蛋瘦肉粥 如果我知道我去吃晚餐的话 我第一样东西一定会叫咕嚕肉饭 如果我要吃面的话 我一定要吃什么呢 我家人已经很清楚了 牛腩 不用选择 不用选择 所以我专注 我去到不用看餐牌 专心一意的 就是选择那些 是吧 完全没问题的 不会给其他那些的 去搞到我 不如又叫这样 不如又叫那样 不会了 这个就叫清心 清心就是说 我们全心全意 我们去跟随神 我们全心全意 我们心里面 不用让其他的说话对我们 影响到我们的心 这个世界很多的说话 这个世界很多人讲 很多不同的理论出来 但是我们不要给那些理论 给这个世界所讲的东西 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但愿我们的心 是全心全意 给神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没有全心全意 给神 我们有没有 我心里面 有没有去听神的话语 我们有没有去看神的话语 有没有给神的声音 神的话语 充满我心 圣经里面说 当我们全心全意的话 耶稣说 你就会见到神 你每一日就会见到神 弟兄姐妹 真的 当我们一早起床 我们说 神啊 你就是我生命的主 当你一早起床 你睹大眼 你祷告 有这个习惯 好吗 习惯就是 当你起床 第一句说话 你跟神说 神啊 今天我邀请你 进入我心里面 今天我要见到你 弟兄姐妹 真的 当你的心 专注在神里面 一开始 你每一日 你都决定 专注在神里面的话 你出到街 你会见到神 你周围望 你会开始有感恩的心 你会遇见到神 但是当我们一早起床 我们没有将自己的心 去摆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那一天 就会被世母的东西 去扮演着我们 我们就很累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个清心的心 我们每一日 全心全意的 我们去 专注在神里面 这个就是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是有福的 马达福音 接下来订我一个福 第五章第九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在当时 因为他们受着 就是以色列民受着 罗马帝国的统治 在当时来说 以色列民其实他们很想 去反叛 去复国 他们很希望以色列可以复国 所以当中有很多的人 都是在酝酿着 一直造乱 就是去造反的 去反这个罗马帝国 但当时罗马帝国有个口号 这个口号叫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罗马帝国当时有个口号叫做 Past Romana 意思就是说 口号就是说 罗马和平 罗马和平 就是一个罗马和平主义 他就是说 因为罗马在五百年里面 他的统治都是非常繁荣 盛世的 他的军事也很繁荣 所以他们说了什么 罗马和平 罗马和平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信从罗马政府的帝国统治 你就有和平了 你信从我 你有和平 但如果你反对罗马政府 罗马帝国的时候 你会面对什么呢 就是殲灭 这个就是他说的 罗马和平的口号 就是说 你信从的 你会得到和平 你不信从我的话 你就会被殲灭 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 他要统治这帮人 去给他和平 但那帮人 信不信他 不信的 那帮人 其实是怕罗马帝国 因为如果我不听他 我就会被什么 铲平 我会被毁灭 但是耶稣离的时候 耶稣离不是为了去殲灭 耶稣离不是destroy 耶稣离是带给我们 真正的喜乐和和平 罗马帝国的和平 他给你的和平 是因为为了他的利益着想 他为了他的利益着想 如果你听我说 我给你和平 因为他为了他的角度 他们的统治 但是耶稣离的时候 他给你的和平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 耶稣给你的和平 是去牺牲自己 他为了你们每一位 包括我在内 我们的罪人的益处 这个就是真正的和平 耶稣离到的时候 是为了带着将所有人 带回到神面前 大家一起的 没有分彼此的 一个whole as a whole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去得着与神和好这个和平 所以圣经里面说 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 使到每一个人同心 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使到每一个人 都是同心 同心做什么 同心来到神的面前 同心的与神去追求与神和好 我想说 做基督徒 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是不容易的 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吗 因为当有两个人爭吊的时候 你站在中间 你当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A军当然会怂恿你 说B军不好 B军就会跟你说 叫怂恿你 说A军不好 A和B两个有问题 你站在中间的时候 如果你听A军说 你站在A军那边 你会怎么样 B军就是什么 不喜欢你 如果我听B军说 我一起说A军的时候 A军会怎么样 A军就是说 我站在B军那边 所以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不容易的 Peacemaker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不站A 不站B 你应该怎么做 中立 中立 那两个都不喜欢你了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不是 是怎么样 是将A和B两个 拉在一起 成为一个同心 成为一个同心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 我们一个很三角形的关系 这个使人和睦的关系 是一个三角形 神 人 我 神 我 和其他人 我们从神和好 我们将这件事 去带给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再将它带回到神里面 这是一个三角的关系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是将人 拉回到一起 拉回到一起 不是只那么简单 而是将人拉回到一起 大家一起去什么 同神和好 去遇见神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有这个 使人和睦的使命 有时在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分歧 有很多的分裂 我们看到有教会 真的有分裂 因为大家 不同心 会为一些小事 我们会 在那里 不断争 我们会有 一些小事 我们会有分歧 我们很喜欢在事本上面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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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更厉害 我比你更厉害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和睦 我们不在那里 拗争 我们大家 如何同心的 一同去 寻求神 一同去建立教会 所以使人和睦的人 不是去destroy 不是去破坏 而是去什么 建立 大家一个同心 给一个例子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还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我在教会里面开会 那时候 也都是搞一些 叫做 Gospel Camp 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想起那件事 我想起那件事的时候 我就想一下 为什么我会想起那件事 难道我心里面 还是放不下 可能都是放不下 所以我愿意 说回出来的时候 我就由今天开始 放下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呢 开会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做主席 我就说 大家在这儿谈 这次我们的Gospel Camp 我们带一些新人 去这个Gospel Camp的时候 我们希望多少人信主 那样又在那里说 那时候我做主席 我说 这次Gospel Camp 我都祈求希望可以有十个人信主 我这么说 然后突然间就有人说 你这么没信心的 我说二十个 然后有一个就说 你们都不是这么电了 我五十个 然后有些又说 一百个 然后大家就在那儿 不断斗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很好笑 斗什么鬼呢 有一个信主 我们都感恩 是不是 不是斗多少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里面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说 这样也可以斗一餐 大家不如同心的 去传福音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虽然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 每个人都独立的 我们想的东西不一样 真的 没有人想的东西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都因为 因着神的预判 三角形 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是大家同心的 一同去侍奉神 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是大家一起的 如何去建立这个家 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在外面的 如何去带领人 遇神和好 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 遇神和好 我们愿意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再一次 去看到 这个十字架里面的和好的关系 我们带这个和好关系 出去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将这个和好关系 带到我们教会里面 大家一个同心的 一同去建立 到最后 五章 十字十二节 我们大家读一读这个 我觉得这个 都挺重要的 我们大家读一读 为二受逼拔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逼拔你们 列造各样坏话 毁绑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 逼拔他们 八幅里面 最后一幅 大家听下去 就真的不像是一个福的东西 逼拔 persecution 逼拔的意思是什么呢 逼拔这里说 他们受着逼拔是因为什么缘故 受着逼拔 圣经里面 耶稣怎么说 是因着什么缘故 我们受逼拔 因着我的缘故 耶稣说 我的缘故 你受逼拔 就是说我们受逼拔 我们跟从主的门徒 我们会面对的一定会面对到 会面对逼拔 人家的指责 人家的逼拔 但是耶稣说 如果你因为我的缘故 因为你做我的门徒 因为你跟从我 你信从我说的话 我的吩咐的时候 耶稣说你 你就有福了 耶稣说 因为你 因为我的缘故 你受逼拔 你是有福的 讲时讲 耶稣说 是因为他的缘故 受逼拔 如果我们自己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被逼拔 那是你自己的缘故 那叫做活该死 但是如果我们受了 因为主的缘故 我们受了逼拔 那叫什么 就有福了 耶稣说 通常我们 讲迫伯的时候 都是讲什么 有一帮人 不认同另一帮人 或者 你的行为 你的身份 你代表某一个人 人家不喜欢 所以 先受迫伯 但是耶稣提醒我们 跟随去 真的不容易 信了主 不容易 人必然会遭遇迫伯 信了主之后 我们做门徒 我们跟随主 一定会受到迫伯 家庭里面会受到迫伯 工作上面会受到迫伯 我们做每一件事里面 都会受到迫伯 因为人人在那里看着我们 但是耶稣说 我们受到迫伯的时候 他说怎么说 耶稣有没有说 当你受迫伯的时候 你要什么 反抗 你要 你要 抵抗他们 有没有这么说 圣经有没有这么说 有没有说我们要反抗 你有没有说人善被人欺 我们不要这么弱 我们要反抗 我们被迫伯的时候 我们要反抗 没有 耶稣反而叫我们 怎么样 耶稣叫我们什么 因为你被迫伯的时候 你有福 第十二节说什么 他说应当什么 欢喜快乐 耶稣说叫我们什么 欢喜快乐 如果你受迫伯 你觉得不合理 你觉得 就是我被人迫伯 因为主的缘故 我还要望着他傻笑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究竟 为什么我们受迫伯的时候 耶稣说你应当欢喜快乐 不是应当打回去两巴 是不是 记得刚才我说微信 人家推下你的 怎么辛苦都站起身 打回去一巴 是不是 不是 耶稣说叫什么 应当欢喜快乐 为什么 耶稣就说 你受迫伯 因为我缘故 为什么 因为人家看到 你的生命里面 有我的形象 主的形象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 你活出主的形象 所以你应该为了这件事 感到欢喜 另一件事 就是说 你应该感到欢喜 因为你天上的神 神是看得 他知道 他会给你赏赐 到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时候 神会跟我说一句什么 说话 你个忠心良善的伯人 我希望我在神的面前 我最后神会跟我说什么 我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伯人 那我们遇到迫伯的时候 那我问一下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样呢 如果人家迫伯我的时候 应该怎样做 有没有想过 那些傻笑 可以的 你笑笑一下 你都要向后退 麻烦一下 这样 人家迫伯你的时候 应该怎样做 你想一下 想一下 刚才那三个 我说的那个 有福的人是怎样 第一个是什么 连述 mercy 欢容 欢恕 人家迫伯你的时候 他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不是去打他转斗 不是去反抗他 不是去报仇 而是用什么 欢恕的心 去欢恕他 去爱他 去原谅他 不报仇 第二个反应是什么 清心 清心记得刚才我说什么 清心就是你全心全意的 专注在神里面 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的心是不动摇 就算人家迫伯你 你都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动摇 我会站定 我的所相信的 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你要做的人 第三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人家迫伯你 你受亏损 你没有益处 但是因为 为着他的益处 你不去报仇 你不去反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和逼拔你的人 你反了面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去和他传福音 去把救恩和他说 去带回主的面前 我们是要做一个和睦的人 我们是要带人 去认识神和神和好 当人家迫伯我的时候 我反而罵他 人家迫伯我的时候 我盖回去一巴 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机会 把神的爱和他分享 没有了 不会再有了 所以耶稣最后说是什么 你因为我缘故被人迫伯 你应该欢喜 因为人家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 但我们也都要搬属他们 我们也都是要 我们不会因为他逼拔我们 我们而放弃跟随神 我们更加坚定的跟随神 我们也都不是因为他逼拔我 我就不将神的福音传给他 我们是做一个使人磨目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时候 逼拔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面对 弟兄姐妹 我们住在美国 我们生活上面 真的如见迫伯 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我们生活上面 真的如见都有迫伯 在我们的很多方面 比如工作上面 家庭里面 或者一些政治上面 所有方面 我们都有一些 我们不认同的东西 但是 神也是叫我们 我们要宽恕 但是我们也要站定 我们所相信的东西 当我们学懂的 这样去看事的时候 我们怒气会少一点 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懂得感恩 去欣赏我们身边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就叫一个有喜乐的人 我们是有没有喜乐呢 我们是有没有去跟随神呢 我们是有没有听神的说话呢 但愿这八个福里面 会给到我们心里面一个喜乐的生命 所以我说回我们今天的题目 叫做忍辱负重 大英专门 你真的要忍辱负重 因为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在你生命当中 就是将神的爱去宣扬开他 所以就算受了什么委屈都好 我们都是带着这个宗旨 我们将这个任务 我们这个使人和睦的 用神和睦的任务 我们带出去 所以我们忍一时 就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忍一忍 为人着想 我们忍一忍 因为我希望他也都认识神 Amen 这个就是我们的八福里面 神所 主耶稣想和我们讲的东西 头那四福 尋求神 你要尋求神的心 最后另外那四个就是 我们怎样 去将 神的爱去宣扬开他 这个就是八福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每一个有福的人 可以一起提到祷告 主耶稣我们 来到你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不分 也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的意思 但是主耶稣我愿意改变我们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你的时候 愿我们有一个虚心 一个虚心的心 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看自己 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们愿意谦卑地在你面前寻求你 主耶稣当我们 受到迫伯的时候 主耶稣愿我们学懂去搬树 主耶稣愿我们愿意在迫伯里面 我们愿意也都是我们信心不动摇 我们站定我们所相信的 在迫伯里面 我们愿意的 就是再一次伸出我们的手 去爱我们的 迫伯我们的人 我们有一个重任 这个重任 就是将你的福音传下去 这个重任 就是将你的十戒爱传下去 主耶 愿你给我们有一个心 有一个心去寻求你 主耶 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有福的人 让我们知道 在你里面我们寻找到喜乐 愿我们献上给你 主耶稣今早我们就全心全意 我们献上给你 我们大家用一个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 我们去自己同神祷告 我们同神祷告 我们同神祷告 我们同神说 我愿意做一个清心的人 我愿意我心里面 在全心全意寻求着你 我不让其他东西去影响 但是我的心是转着你 我们给大家一个时间 一切静默的一个祷告 谢谢 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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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有生命 有喜乐 愿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寻找尽你 我们都做一个开开心心的 充满着喜乐的基督徒 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悠悠仇仇的基督徒 愿我们在住里面 我们是时常感恩 主耶 我愿意多谢你 我愿意祈祷 在盘主耶 宋的基督徒 阿们 我想请敬拜小祝 我们大家一起去唱一首诗歌 我们